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 我在OK便利商店 带回来一个新玩具 是富士通的microUSB100公分的 极速充电线 那这种microUSB的充电线呢 在市面上其实非常多 那 价格呢,可以从一条几十块钱 到一条上百块钱 都有 那差一点主要在于他们里面的用料的材质 ok,那像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富士通的 它一个极速充电线 它本身用料就是纯铜 这样一个金属材质 ok,那所以说对于 我们在资料传输 或者是说在我们充电呢 效率上面都会比一般 非纯铜材质还要来得更好 它的外围呢,采用的是不织布 这样一个方式把它包覆着 所以说 对于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呢 常常在拉扯啊,或者说在卷线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像一般那种纯塑胶材质 容易规裂 ok,那我们可以增加它的一个使用寿命 好,那可以看到我们带回来这一个 富士通的极速充电线 它的一个包装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这个 USB,它的一个界面 那本身来讲它是 由USB Type-A USB的 Micro 这样的一个界面呢 然后去做转换的 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我们大部分 我们使用MicroUSB介面 将一个手机来做充电 那也可以来做资料传输 OK,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售价呢 是新台币129元的售价 OK,那这是它的一个盒子 正面的部分 给大家再看一下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侧边 好,这是它的一个侧边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另外一个侧边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那看一下 盒子后面的一些相关参数的介绍 OK,那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型号的话呢 这是UM120-E 那规格的话呢 是100公分 好,那这个线材100公分呢 我觉得 其实就是不会很长 那也不会太短 很适合 我们如果 把手机放在 背包里面 做充电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也是 还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 这线材是 够长的 好,那材质纯铜的 那 其他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介绍 那本身来讲 这是富士通 它原厂 所以这边 有它的一个相关的 这个防尾的 商标等等 在这边 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线材 从盒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好,那我们在这边 先把这个 线材呢 先把它 拿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 先把它 分解一下 好,那我们在这边 先把它的上盖 先打开 好,拿一个塑胶的支撑盒 那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呢 就是 这个充电线 那我们 把它拆开来 好,那这个是这个充电线呢 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线律不会很粗 好,然后所以在这边还有它的这个micro USB的头跟这个USB Type-A的头这两个界面 那这边它都有标示 它的一个 正反面 所以我们基本上看这个图案 差好 基本上都不会差错的问题 好,所以这个 线呢 因为我 现在目前 比较常用的 就是会买这种有品牌的线 那而且再加上它是纯铜的 所以我觉得 它的一个 充电的传输效率呢 我觉得会比较好 那我之前有 在一些夜市啊 或摊贩买过一些 那个USB的线 那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可能是 里面的金属材质的铜 可能不太够 所以说 不管是 充电的效率呢 或者是说你在传输资料 我觉得都 没有像这种 这个 纯铜的 这样一个 USB的充电线材质质还来得好 那所以我会比较考虑呢 会使用像这样子的有纯铜台质 这种充电线 那这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我们带回来这一条 富士通的 MicroUSB100公分的 极速充电线 到这边 那我是卫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